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我拿出水煮鱼 打开了锡箔纸 里面还冒着热气 鱼身上盖着一层红艳艳的辣椒 光是看上一眼 就让人觉得胃口大开 口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用筷子剥开辣椒 加了一口鱼肉放到嘴里 鱼肉的鲜味和辣椒的灼烧感 一起刺激着我的口腔 我又拿起旁边加了冰块的可乐 闷了一大口 气泡和灼烧感在嘴里交织在一起 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字 爽 对了 这也太爽了吧 这已经成为了我吃饭的必备的节目了 此时 区域频道里的人正在讨论着今天的收获 我看了一圈发现 这些人通过竞速赛都有了不小的收获 我决定将准备出售的物品 售价上调两倍 有羊毛不好是傻子 出售电风扇 出售防晒网 我的话一说出 区域频道顿时就炸了 电 电风扇 大佬居然进入电气时代了 大佬 我身轻体柔丸的也 可以拍照 可以指令 能换个电风扇吗 大佬 有空调吗 光是电风扇差点意思啊 很快 光是电风扇就卖出去了200多支 防晒网更是卖了800多张 防晒服几乎是人手一键 毕竟过几天 就是双热凌空的灾害 如果不准备这些防晒物资 肯定会死在灾害中的 看到我大赚特赚 苏奇不由得有点眼馋了 姐姐 我们能不能也学着蹭一波 卖几台车在空调 不太现实 为什么呀 不都是卖东西吗 车在空调 肯定有很大的市场 肯定可以大赚一笔的 不 我们和十三不一样 第一 车在空调需要的材料比较高端 能凑齐制造车在空调的玩家 现阶段恐怕没有几个 第二 我们之前没有玩家们的人品基础 大家不会轻易相信我们 最后 也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那就是如果我们这么做 是会损坏我们和十三之间的友谊的 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们就要受制于它 什么也不能卖了 那也未必 只要我们弄一些和十三不冲突的物品 用来贩卖就可以了 那我们卖什么 当然是这个 苏木拿出了一包七度空间 啊 这个 苏木脸色有些红 这东西能行 当然 这可是刚需 你没有这个能行 原本 我还担心价格太低得不偿失 现在好了 直接按照十三的标准提价就好了 只要我们协商出统一的规则 市场就会被控制我们手中 物品的价格也将由我们来制定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十三只是一个比较走运的幸运 没想到 它居然想得这么远 早早的就提前布局控制市场了 在对于市场的敏锐性上 我不如他 太夸张了吧 他真的这么厉害 要知道 苏木可从来都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生活中也没看他夸过谁 现在 苏木对我这么推崇有加 让苏琪有些不敢置信 确实如此 以后你和他对话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小心 不要出了差错 嗯 此时我正在整理自己的收获 有一个购买电风扇的玩家 拿了一个蓝色的物资箱来补差价 物资箱里有一份二级雕像图纸 得到了提示系统的肯定 我开开心心地打开了物资箱 一张羊皮图纸出现在我面前 有吸引力的树桩 二级雕像图纸 带有一长的吸引力 会吸引附近的兔子撞向汽车 每天限定一只 制造材料 中级木料2单位 普通金破1单位 这算是一届版的手竹带兔 制作有吸引力的树桩 一道白光闪过 一个小巧的树桩出现在我的手里 这玩意真有用 我半信半疑地将树桩 安装在了幸运的美人鱼雕像旁边 忽然 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只肥瘦的大兔 那兔子一头撞在了我的车门上 咚的一声闷响 兔子掉落在地上 脑袋一歪 死了 卧槽 我捡起了肥瘦的兔子 足足十多斤 眼泪不争气地从嘴角里流了出来 获得兔肉500颗十分 获得精致兔皮一张 获得兔头一个 获得普通精魂一个 将兔肉抹好酱料 放进烤炉里 兔肉扔进锅里 放好麻辣火锅底料 用来做简易版的麻辣兔头 将一切打理好之后 我将椅子放倒 盖上了毯子 小爱同学 指挥瓜 我在 有相声没 放一段 抱歉指挥瓜 数据库没有此类信息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 请不吝点赞 转发